佛国 俗秀永久之佛国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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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慈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师父慈悲 各位法师各位同学 大家欧彌陀佛 那我们三次呢 讲到这个徐州彭尘 那么徐州彭尘呢 它跟这个佛教的关系 主要有几项 第一个就是这个 它是我们中国正史里面 这个最早记载呢 跟佛教有关联的 这个就是这个 刘秀 这个东汉光武帝 刘秀的儿子 刘因 那被封也就是这个东汉民帝的弟弟 刘因 他被封到这个 这个彭尘 徐州这里 称为楚王 所以当中称刘因 为楚王因 主要是他的封地 就在这个楚地 楚地就相当于现在的 这个许州彭尘 所以就是楚王因 是我们中国正史里面 记载说 有跟佛教有关联的 一个史籍记载 这是这个 楚王因 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正史里面 最早接触这个佛教 那么在这个彭尘 的这个 连云港 外的这个摩埃石窟 这个发现了 这个比敦煌石窟 更早两百年的 这个佛像雕刻 可以是中国佛教 艺术的一个雏形 那么这个 徐州连云港 孔旺山的这个摩埃石窟 照相雕刻 可以说是我们早期 中国佛教都认为说 这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 是沿着这个中亚西域的 这个西汉光 汉武帝的这个张迁打通了这个西域的这个 这个陆地 思路 就引进了 这个佛教 那么 早期我们都认为呢 这个印度佛教 是经由这个陆地的这个丝绸之路 传入中国的 但是呢 这个徐州的这个蓬城的连云港 的这个孔旺山 摩埃石窟照相 可以说呢 是对这个传统 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提出了一个挑战 提出了一个挑战 那么这个孔旺山的摩埃石窟照相 也是中国佛教史上跟美术史上的一个 极为珍贵的一块块宝 那么除了这个楚王柳英 他是正史上最早接触佛教的一个记载之外 在我们这个中国首位第一位 这个比丘尼 静简尼他也是这个徐州人 而且呢 他后来呢 也在这个徐州的这个试水 这个传上授戒 那么在这个文献记载呢 只记载说 这个中国首位比丘尼的这个静简尼 在这个试水传上授戒 那么并没有这个说明 这个为什么要在这个船上授戒 那么这个 关于这一点呢 那么就有一次啊 我们就几位这个佛教徒啊 几位佛教徒呢 就在这个讨讨的时候啊 大家都在这个讨论这个为什么 这个中国所谓比丘尼 静简尼呢 他要在这个船上授戒 那正好呢 在场就有一位这个当警察的这个信徒 他就说呢 说因为呢 这个静简尼啊 他这个当时候啊 因为还没有这个比丘尼呢 来到中国 这个最早来到中国的这个比丘尼呢 是这个斯里兰卡 就是狮子国的这个比丘尼呢 来到中国 才呢 有所谓的这个比丘尼的这个二部授戒 那么在这个斯里兰卡的这个比丘尼 还没有来到中国之前啊 这个静简尼的这个授戒 基本上是这个从这个比丘呢 来受戒的 他是没办法二部授戒的 因此就有人呢 提出质疑 提出质疑 那因为有人提出质疑啊 那么但是呢 这个静简尼呢 他这个道心坚定 道心坚固 他就一直呢 想要这个出家 他成为这个佛教的这个比丘尼啊 虽然当时候呢 这个比丘尼呢 还没有来到中国传这个比丘尼界 但是因为静简尼的这个 道心的一个坚定 道心的一个坚固啊 他依然呢 坚持要来受这个比丘尼界 那么可能啊 就是因为这也是我们后来的一种推测 就可能呢 这个避免 这个人家的一个抗议 闹场 因为已经有人提出质疑了嘛 那如果你还是坚持要这样做的话 可能就有人会来抗议啊 因此呢 如果在这个船上的话 这个坐船 在这个船上的话 他们就没办法 来这个抗议 来闹场 所以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啊 这个静简尼呢 他就在这个许州的这个适水 来船上受戒 那当时候 这个正受这个戒体的时候啊 也感得呢 这个苏圣的意象 还有这个苏圣的这个 非常荣誉的这个香味啊 来显示这个静简尼 他的一个 求道的一些坚定 坚固 而感应苏圣的一个圣像 这是中国所谓比丘尼呢 这个静简尼 在徐州适水 穿上受戒的一个情形 那么除了这几点之外 这个蓬城呢 他可以说是位于呢 这个东区南下 西来路上 乃至于这个海路东环 印度佛教呢 东建的一个主要路口 因为像这个 我们西区求法 最有名的这个法险啊 他这个去印度的时候啊 他是走这个陆地 但回来的时候呢 他经由这个斯里兰卡 然后坐船回到中国 那原本是要在广州呢 这个上岸 因为遇到这个台风啊 这个船被刮到这个山东啊 这个才上岸 所以这个徐州呢 他可以说是这个 这个 这个集去印度求法 回来的这个海路啊 东环的一个地方啊 这么在这个 这个自古以来啊 这个佛法在这个地方啊 可以说是高升云集啊 像这个 升松 道升 还是道隆 道隆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 纠摩罗斯的时候啊 就有这个 这个斯里兰卡的这个 这个波罗门 前来提管 他就跟这个 这个姚欣说啊 这个要辩论 如果辩 这个辩书的话 那么就不能在这个 这个长安 来传访 所以这个 纠摩罗斯啊 他就 指定 这个道隆 跟这个 这个斯里兰卡来的这个 这个波罗门呢 来辩论 那因为道隆 的这个 记忆力很强啊 这个可以说是 一目十行 乃至呢 这个过目不忘 所以他就 事先呢 先去了解 这个斯里兰卡来的这个 这个波罗门啊 他来到中国 他所读的这些书啊 他通通把他呢 把他呢 把他大听出来 然后呢 也都 有看过一遍 所以当在这个辩论的时候啊 这个波罗门呢 他辩不赢 这个道隆的时候 他就提出说 那么我们来看说 谁看的书 比较多 那么 这个 道隆因为事先有做准备啊 所谓的知己知彼啊 百战百胜啊 他已经事先打探这个波罗门 他读的这个中国的书有哪些 他都已经看过了 所以他当然呢 这个比这个 斯里兰卡来的波罗门呢 所读过的书啊 更多了 就因此而变引了这个 斯里兰卡来的这个波罗门啊 那么就使得这个佛法能够继续在这个邀请的 长安呢 继续来 弘扬 弘传啊 可以说是道隆的功劳啊 很大 那还有这个 神松的这个地质 神渊道登 慧松等人 他都在这个 许州蓬城呢 来弘扬佛法 尤其是这个许州的这个白塔式啊 白塔式呢 是中国呢 最早的一个建筑形式就是 是以塔为中心 以塔为主体的一个塔式庙 塔式庙 就是在中国呢 大概是在这个隋堂以前啊 隋堂以前的这个寺院啊 他基本上是以塔为中心啊 以塔为主軸 主体 那么到了隋堂以后呢 才慢慢转化为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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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这个寺庙的这个 如果是禅宗的话 就以这个法坛为主体 那如果一般道场的话 就以这个大雄宝殿为主体 尤其到了这个 宋朝以后 几乎呢 就以这个大雄宝殿为主体了 反而塔呢 就居于呢 居于次位的这个位置啊 可能是在这个寺庙的这个 最后面 或是在旁边 就以这个大雄宝殿 为寺庙的一个主体 中族的一个地方 那这可以由这个塔的位置 来看出这个寺庙 它大概是在什么时期的一个建筑 如果是在这个水塘以前 尤其是魏晋的时候 基本上是以塔为主体 一个塔式 塔院的一个建筑结构 那如果是水塘以后 尤其是宋朝 那就以这个大雄宝殿为主体 有这样的一种区分 那白塔式呢 当然除了它是以塔为主体的一个塔式形式之外 它也是这个 陈时论 彭城系 学派的一个讲学中心 然后因为在这个地方 这个申松 他在纠摩罗斯元吉之后 就离开长安 那么在北上到这个 许座彭城的这个白塔式 担任了这个第一位住持 那他就在这个白塔式呢 来做这个讲学弘扬佛法 那其中呢 就以这个陈时论呢 为讲学的一个中心 那这个申松呢 他呢 教导出了这个有名的弟子就是申渊 这个申渊 那么申渊呢 他在这个 来到徐州白塔式的时候 就跟着这个申松呢 来做这个陈时论 跟这个彼谈 三年呢 可以说是公欲实在 那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 三年一小城 五年一大城 就这么说 所以就是 学位三年 功欲实在 就表示这个申渊的姿子 很好 或者呢 也可以说是他非常的精进用功 才能在这个 还不到三年呢 就有所这个大成就 那么 那么 慧解之声呢 慈于狭耳 那么这个 这个申渊呢 他在这个 因为他的这个 讲经说法 的这个 名声呢 这个远播 所以呢 这个白塔式附近 就有这个 就有这个 尹氏 刘英姿啊 他对于这个 这个申渊呢 可以说非常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蝴尺啊 那么就把他这个 这个 山的这个土地啊 捐献给这个 深渊啊 然后 就來當這個稻廠金社 所以這個深淵這時期 這個白塔式的這個土地 可以說是有更加的一個擴大 更加的一個擴大 那麼在這個深淵的時候 也培育了很多的這個優秀的人產 像這個坦渡 會計 稻登 都是這個深淵的這個得利弟子 得利弟子 那麼這個會計 他間通數論 尤其是這個道登 他更是這個北魏孝文帝 所這個意眾 這個北魏孝文帝 他本身對這個佛學 也可以說是非常的有興趣 我們每每請這個道登 來講論這個 這個三論 誠實 堅嘆 這個虐盤 那麼也因為 有這個北魏孝文帝 來附持這個道登 所以使得這個北方 的這個 這個許眾蓬城 就成為這個陳時論 北方的這個蓬城系的一個重鎮 然後在這個北方 可以說興盛這個陳時論 那除了北方 除了這個興盛陳時論之外 這個對於這個必潭 也非常的一個興盛 因為這個北方 著重這個禪修 那對於這個必潭 對於這個必潭 也相對的就重視了 那麼甚至呢 有這個林駕 這個陳時之上 陳時之上 像這個陳時論的這個 主要學者 深松深淵 自由 他們除了講述這個陳時論之外 也監通這個筆壇 也監通這個筆壇 所以在這個當時候 基本上這些法師呢 他們都是博通諸經論 博通諸經論 並沒有說以專一的一個經論為主 都兼談其他經典或其他論著 只是後來他的一個開展 培育出來的這些後來的這個弟子 漸漸趨向於 以一經一論為主的時候 往上推 往上推 往上追溯 才所謂的這樣的一種 陳時學派這樣的一種說法 來形成 那在當時候 他們基本上就是博通經論的這一點 我們也必須要了解 然後就像這個淨土宗也好 或者是禪宗也好 基本上在當時候 這個像慧遠 像這個慧能 他們都沒有說要自創一中一派 只是後來的這個地子 只是後來的這個地子 越來越多了 而且也都很出色 所以就漸漸的形成了一個專一的一個中派 然後往上追溯 往上推 才以這個慧遠 為這個淨土宗的這樣的一個出租 那這個慧遠 那這個慧遠 就往上推 推到這個慧遠 來往上推推到達摩 這些都是後來的這些弟子 他們有這個大成就了 也這個開之善業 然後形成了一個 一個專一的一個中派的時候 才有這樣的一種說法 然後那在當時候最早的時候 這些是要開宗立派的想法 基本上這些弘揚的這些法師們 他們並沒有這樣的一種 獨自要開宗立派的這樣的想法 基本上他們都是以弘揚佛法為主軸 所以都是監虹各種經論的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這個慧松 慧松他原来是西域高昌人 他本身在西域高昌的时候 对彼坛就已经很有研究了 那么进入北魏的时候 随随着自由 随彼坛跟诚实 有彼坛孔子之欲 可见慧松在彼坛方面 可以说是非常的惊艳 才有这样的一种彼坛孔子的美称 那么这样的彼坛的一种传承 一直到了水坛 依然非常的盛行 一直要到了巨舍论兴起之后 玄奘大师从一巨舍 彼坛的一个传承 才到衰竭 然后代之而起的就是巨舍师 巨舍学派 这是北方在彼坛方面 可以说他跟这个诚实 不上向下 那么另外一个叫坛度 坛度他本身可以说是年少 就很谨慎 而且很有威仪 所以他是以这个戒范之称 然后在这个慈戒方面 在这个威仪方面 他很重视 那是这个江陵人 这是南京这方面的 那么游血金师被冠军重点 在这个涅槃 华华 维摩 还有大秉晶 他都有所这个砖研涉略 然后甚至这个砖研得很深 探索围影 事发眼外 可以说是在这方面有所博通 那么因为这个脚集 就北上来到这个许中 从这个深渊 更说这个诚实论 随精通此部 读部当时 可以说到这个 跟随着这个深渊 学习的诚实论 可以说成为他的一个读部 他的一个专精 所以这个北魏孝文帝 文风参议 前史真情 就北魏的孝文帝 就请这个坦渡到这个北方 去这个弘扬奖金说法 那么到了这个平城大同 大开讲席 这个孝文帝亲自 这个至尽下言 清管理位 他亲自来听这个坦渡 来讲金 可以说是对这个坦渡 非常的一个敬重 非常的一个敬重 那么也因为 有这个北魏孝文帝 的一个敬重 跟这个父慈 这个坦渡 就留在这个北魏 弘扬佛法 他就留在北魏弘扬佛法 那么也栽培了一群 这个地址在这个北方 画画相续 那么这是这个坦渡 这个江陵人 然后受这个北魏孝文帝的一个 这个祈寝 跟父慈 他就留在这个北魏弘扬佛法 同时呢培育身材 然后他有写这个诚实论大义书 盛传在北方 盛传在北方 那么再来这是这个盗赏 盗赏佩国人 就是彭扬这一代的人 他也是从小就出家了 对这个涅槃为谋 他都有专严 甚至呢监通周易 监通易经 那么在这个柳宋的时候呢 他在这个来到这个南京 后来呢也是住在这个彭扬市 但是谢超宗呢 这个遇到了这个盗赏呢 他就非常的尊敬他呢 甚至拜他为师啊 这个后来这个盗赏呢 他北上住在这个天保市 所以这个齐高地呢 他就这个请这个盗赏呢 来接续这个坦渡为僧主 为僧主 那么可见这个盗赏呢 他在这个北方呢 也是非常受到这个皇帝的一个尊重 跟重视扶持 那么当时候的这个当阳医人 这个沈文记 他信奉这个黄老 对于这个佛教是排斥的 是排斥的 那么就想要呢 这个淘汰 这个僧能 这个整顿僧能 他们因为呢 这个有这个盗赏 做僧主嘛 这个领导有方啊 干领有功啊 所以让这个北方的这个僧女 大家呢 都能够精进用功办到 大家呢 都守规矩啊 所以这个 那个 陸修靖就是庫西三孝徒裡面的一個之一 佛教是慧遠 儒家是桃淵明 道士就是陸修靖 陸修靖在《省文記》的時候 他就在天堡寺召開佛教跟道家的辯論大會 佛教就以道聖為代表 道教就以陸修靖為代表 但是因為道聖離由所長慈氣俊發 就在辯論會當中 他可以說道聖才氣洋溢表若無矣 就變隱陸修靖 草虐晚訪言無暢驅 是絲毫沒有絲毫的一個拘與下風的情形 那麼陸修靖亦不獲身 在道聖的辯論之下 陸修靖的氣宴 一直被道聖所壓 沒辦法申訴他的想法 就因此而羞愧而退 這個陸修靖 他就在這場辯論的時候 他就變輸了 變輸了 這個也可以反映出後面 我們還會提到 在這個北魏東魏 還有這個北魏 這個段期間 這個北方 這個可以說是佛教與道家的這個爭執 還是這個一直延續 一直延續 我們後面還會再提到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可見這個如是道之爭 其實還是都是一直在持續著 並沒有因為這個 這個北魏太武帝回佛之後 大家呢 這個研討而有所減少 還是依然持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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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這個佛教 在中國這個發展 所面對到的一個 嚴峻的一個挑戰 然後一日好 絲好沒有停止 絲好沒有停止 那麼道登呢 他是這個北魏孝文 北魏孝文帝呢 可以說是非常崇敬 附詞的一位這個 陳時論大家 他是東腕人 東腕 他是在這個山東 這個地帶的東海南亞 南野還有東腕 這個地方是山東 那麼跟現在的這個 廣州的東腕呢 是不一樣的 廣州的東腕基本上是 比在後來新興的一個城市 後來居上 反而比較有名 那麼這個山東的東腕呢 後來反而沒落了 所以提到東腕 有時候大家一馬上聯想 都是廣州的東腕 而不是山東的東腕 這是因為這個廣州的東腕 是因為後來的一個經濟特區 後來居上比較有名的 那麼這個道登呢 他是這個山東東腕人 那麼他早年呢 跟著這個聖耀 學習這個涅槃滑滑聖曼 後來又跟著這個聲援學這個城市 那麼北魏小文帝呢 他對這個許州白塔士主的這個道登呢 的這個聖明 所以特地呢 特地都會來邀請這個道登呢 來這個平成大同這邊講經說法 乃至後來遷都到洛陽的時候呢 這個小文帝也是請道登到這個洛陽 來這個講經說法 甚至呢 有時候呢 這個兩人呢 討論佛學討論佛法 這個一有未盡 促膝常談 就留這個道登呢 在這個京城呢 這個過夜 那曾經有一晚 這個道登跟這個小文帝啊 這個同他共同呢 這個討論佛學的時候呢 就有在這個世老字裡面 這個魏書世老字裡面還特別記載呢 說曾經有一次呢 就因為這個彼此之間的討論佛法 討論太晚了喔 就這個同他共夢啊 就看到了這個一個鬼 就看到了鬼 這在這個世老字裡面呢 就有這麼一個記載啦 但是這個可見呢 這個道登啊 跟這個孝文帝啊 可以說是非常的一個 師徒之間的關係啊 非常的一個親密啊 那也反映出這個孝文帝啊 對於這個佛學的一個研究 是一個興趣啊 他才會這麼樣的一個皇帝之尊啊 請這個道登呢 請去呢 請去呢 京城呢 不管是這個平城也好 乃至後來前都到洛陽也好 都呢 請這個道登呢 來講經所法 甚至呢 這個 跟道登呢 請益佛法呢 請益到彼此之間啊 相談甚歡啊 出息殘談啊 乃至於同他共夢 那麼在這個 甚至這個孝文帝啊 到這個南法 這個南方的時候呢 他也是呢 帶這個道登呢 這個居暗不忘講道啊 這個可以說是 在這個南法的過程當中呢 也坐在馬上啊 也是一樣啊 談論佛法 談論佛法 都可以反映出這個孝文帝啊 對佛法的一個號要 以及呢 他對道登的一個遵從啊 才會就在甚至呢 在這個 征戰的過程當中呢 依然會帶著這個道登啊 居暗不忘講道啊 可以說是非常的一個 難得 難得 這個皇帝啊 對佛學的一個號要 都可以說是非常的一個不容易啊 在這個古代啊 這個可以說是佛學啊 可以說因為有這些高升大的這個弘揚 那連這個皇帝本身啊 不管是這個 北魏孝文帝也好 乃至這個宣武帝也好 他對佛學的一個弘揚 佛學的一個號要 都非常的一個 可以說是非常的一個 很濃厚的一個興趣啊 甚至都還這個鼓勵 可以獎賞這些獎金說法的這些法師呢 給予鼓勵啊 所以在這個北方啊 北魏的時候啊 這個佛法的講學啊 可以說是非常的一個興盛啊 那麼這個孝文帝南法回來之後呢 他甚至呢還帶著這個大將軍啊 還有這個彭城的一個長官啊 這個一同呢 來送這個道登 回這個許舟白塔寺 回這個許舟白塔寺 在這個衛書士老字裡面 是記載的是許舟白塔寺 但是在這個高升傳裡面呢 他是記載這呂良白塔寺 基本上應該是屬於這個許舟白塔寺 可能在這個雕刻金本的時候 難免有時候會這個雕刻錯誤啦 或是在這個記載的時候有筆誤 基本上是這個應該是屬於這個許舟白塔寺 在這個衛書士老字裡面 也都有記載 那這個孝文帝 送這個道登回這個許舟白塔 是除了當然對這個道登的一個尊敬 同時呢他也是 這樣也是要瞻仰這個生松生冤 這些高生的這個遺跡啦 瞻仰這些高生大的一個遺跡 所以在這個世老字裡面 他就有說說 孝文帝啊 故未諸王即士官曰 此事竟有名生松法師 受誠史論與羅史在此流通 後受冤法師 冤法師受道登會記二法師 正美完成時論 可以世人染情 故自此事焉 這個一國之尊 對佛學的一個耗耀 可以世人染情 就是排除心中的煩惱 因為日禮萬機啊 所以難免呢 就有諸多的一個煩惱 由於我們說 羨慕啊 說說這個皇帝啊 是可以統領眾人啊 那麼其實呢 這個當上皇帝啊 這個日禮萬機啊 也是有他的一個煩惱 那麼古代這些有名的 這些英明的這個皇帝啊 也反而對這個佛學啊 他可以說是非常的一個 鑽研跟耗耀 最主要是可以藉由 鑽研這個佛法 鑽研這個佛經呢 可以排除心中的一個煩惱 排除心中的煩惱 排除心中的煩惱 橫世講論 曾於境內與帝夜談 同見一軌 這是這個 慧書世老字裡面的一個記載 那麼道登後來呢 到這個橫山 那麼雪裡追隨 講授不錯 二十年主 那麼這個道登原集的時候 這個孝文帝非常的悲傷 這個邵師伯一千匹 同志設立一切這個生災 並命今晨七日行道 那這個洛陽啊 這個全國洛陽的這個寺廟 七天呢 要辦這個佛式 這個行道 來這個道念 這個道登 然後又下詔書說 正師登法師 焉自除被 焉自除被 焉自除被就是拒然原己 焉自除被 就是拒然原己 非常的一個痛淡摧痛 不能一意 這個可以讓這個皇帝啊 出息談談情義佛法 然後呢 在他原己的時候 又怎麼樣的一個悲傷 命令金城呢 洛陽呢 吃日行道 可以說這個道登啊 知樹榮知啊 當時候在佛教界 可以說是非常的一個尊榮 非常的一個尊榮 那麼我們來回顧一下 這個孝文帝 他的一個 父持佛教的一個事業 那當然這個 那當然這個 北魏孝文帝呢 他繼承了他的這個 祖父 文臣帝 開招雲鋼石窟 就是北魏太武帝回國 那麼後來 他這個兒子文臣帝呢 就復興佛教 那文臣帝之後是 憲文帝 憲文帝之後才是孝文帝 所以文臣帝是這個 孝文帝的一個祖父 所以孝文帝就繼承他的祖父 溫辰帝 開招雲鋼石窟 同時呢 他也這個 長接太后 就逢太后 逢太后 逢太后 到這個舞台 來 雲鋼石窟 天津 逢太后 就是這個孝文帝的祖母 然後 憲文帝的這個皇后 逢太后 逢太后 然後同時呢 這個北魏孝文帝 可以唱 陳時 涅槃 筆壇 奕學 然後這個 時常到這個 許州白塔市 賭這個 深淵 深松的道基 然後 這個北方 陳時 這個彭承戲 能夠盛行 跟這個 孝文帝 對這個 陳時論的一個 情有獨鍾 不無關係 這是北方 有這個 孝文帝來扶持 這個 深松 深淵 道登 這樣的一個 陳時論 的這個 彭承戲 學派 所以在這個 北方也盛行 那麼這個 南方的這個 深島 的這個 這個 壽村 壽縣 的這個 南方 陳時 壽承戲 是這個 有這個 劉裕的一個 副詞 還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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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子良 蕭子良 靜陵王 的一個副詞 所以這個 南方 的這個 陳時 壽村戲 也是 這個 受到 君主的一個 副詞 就是說 在這個 佛法的一個 弘揚 所以說 不依國主 則法事難立 都因為有這個 君主的一個 副詞 所以說 能夠讓佛法 能夠興隆 興盛 所以這個 道安才 這麼說 那麼 這也是 中國 的一個 現實層面 畢竟它有 這個儒家 有道教 的一個 既有 的一個 發展 那麼 這個 佛教是從 印度外來 傳入的 那當然 這個 要在這個 中國 這一塊 既有 這麼高的一個 文化背景之下 的一個 國度 來尋求生存發展的話 這個 不依國主 這個 法事難立 的確是 佛教的一個 現實層面 現實層面 那除此之外 這個 北魏蕭文帝 他也 這個 聽從 這個 彈藥 來設立 這個 神幾戶 跟佛土戶 對這個 寺廟的一個 經濟 跟這個 人力 就有一個 穩定 固定的一個 來源 就帶動了 這個 北方 這個 寺廟經濟的 一個發展 可以做很多的 佛事事業 尤其是像 這個 雲鋼石窟的一個 開招 也有這個 固定的一個 持續的一個 經濟的一個 來源 繼續來開招 這個 雲鋼石窟的 這個 佛像 這也都是由這個 彈藥 的一個 提出 這個 升起父 佼礁 這個 升起立 就可以成為 這個寺廟 的一個 升起父 接受寺廟的一個 管理 還有這個 佛土父 作為寺廟的一個 能力 的一個 打掃 雜事的一個 能力支援 也對於這個 北方的寺廟 帶來了一個 極大的一個幫助 這是 這個 北魏孝文帝 的一個 政績 那麼 他也 允許太子 霍拔心 落法於這個 崇玉市 讓他的這個 太子 出家 這也可以說是非常 難得 非常同時 在這個 平成大同的 永靈市 他也設了這個 災貢 設了災貢 然後 渡良家男女為生女者 百有餘人 這個 孝文帝 親自替法 施以神福令修道戒 知福於賢主 然後 四月同年 他也 蓋了這個 建民寺 可以說是 北魏孝文帝 他對於這個 佛法的 寺廟的建築也好 或者呢 這個 替渡僧能 他可以說是 不遺餘力的 因為在古代 這個 出家 出家人 不是可以隨便出家的 都是需要政府允許的 乃至於這個 蓋道場 也不是說 你有能力 蓋就蓋一蓋 也都必須要有這個 政府允許 才能蓋寺廟 在這個 出家也好 蓋寺廟也好 都是必須要受到 這個 政府的這個 管束 政府的這個 管理 需要政府的一個 允許 才能出家 才能蓋道場 那 這個 如果這個 皇帝 他扶持佛法 他就能夠 大興寺廟 然後呢 替渡僧能 那如果這個皇帝呢 他對於佛法呢 他不扶持的話 那基本上呢 這個寺廟的建築啊 或者是 出家人呢 他就受到了限制 受到了限制 受到了限制 那麼在太和元年的時候呢 又在這個 平城的永林寺呢 設災呢 然後大設囚犯 然後大設囚犯 那麼 除了在永林寺設災之外 還這個 還這個 與這個 生徒討入佛意 師真共生 同時 在這個 山西的 呂良方山呢 也蓋這個 師遠士 那麼 對於這個 佛陀禪師呢 也給予這個 賦慈 這個佛陀禪師呢 他 剛 該死的時候呢 這個 有同參道友 六個人 同修 這個定業 就是禪修 那五個人都正過了 唯獨這個 佛陀禪師呢 他沒有正過 所以他就離 後來呢 他就來到這個 北魏 他就來到北魏呢 那麼這個 北魏孝文帝呢 尊養師德呢 就為這個 佛陀禪師呢 設立禪領 所以在這個 很安 北魏的舊都很安 這個 在這個 山西這個地方呢 設立禪領的時候 請這個佛陀禪師呢 帶領大家禪修 他在這個地方呢 正過 正得道過 那麼在這個 太和十八年的時候 就隨這個 北魏孝文帝 南遷洛陽 大概在這個洛陽呢 這個孝文帝 也是為這個 佛陀禪師呢 蓋這個禁願 同時呢 也在這個 松山少林寺呢 串色禪願 請這個 佛陀禪師當助詞 所以這個 松山少林寺的 這個首位 第一位住詞啊 就是這個 佛陀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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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在這個松山少林寺內 從事易經工作 在這個 《高僧傳》裡面 它就記載說 拔陀 就是指這個 佛陀禪師 小葉身為告主所盡信 少於少士山音 少士山就是這個 松山少林寺 立少林寺而居之 功及一共 就是公家呢 提供它這個 一共 依使呢 附辭他 可以在這個 少林寺呢 代禪禪修 同時從事翻譯工作 四方來從學者長達數百人 佛陀禪師的禪法 是源自於印度的一個傳統 他傳了慧光 慧光大師 後來他是在師分律 著重在師分律 所以又成為光統律師 同時慧光也是地論學派的南道系之主 慧光的弟子就是道坊 他跟隨著佛陀禪師 有學習禪法傳給生仇跟光仇 那麼這個生仇在北方的禪修 可以說非常的出名 非常的出名 是這個魏晉魏北魏跟這個北齊時候的 禪學太陡 佛陀禪師曾稱讚這個生仇 是聰林以東禪水之罪 聰林以東就是這個帕明爾高原以來 到這個中國 到這個中國可以說是這個整個中國 這個禪水之罪 可見深仇在當時候 對於這個禪法的一個 這個禪修方面 是這個北方禪水的一個泰斗 是這個達摩 達摩傳禪法之前的一個有名的禪師 比這個達摩 在這個禪法早期的時候 這個達摩祖師 還沒有出名之前 可以說是這個生仇 在這個禪修 的這個禪修 是比達摩更加有名的 所以這個佛陀禪師 才會稱讚這個生仇說 自聰林以東禪水之罪 他在撰寫了這個子觀法二卷 受這個北魏孝明帝孝武帝的一個禮遇 那麼這個生仇的這個禪法 我們留在後面 再做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解說 那在這裡我們先講述這個佛陀禪師的這個禪法 因為現今各種天災人禍層出不窮 眾生身心受著許多內外的壓力與傷害 為此 慈悲智業成立中華國際師師協會 推廣大乘佛教上供下師之慈悲法門 體認世尊 師涉此法之慈悲本懷 如此 不僅能分擔如來家業 不失者亦得福 實為明陽兩立之善行 修詩詩與焉共法 是增加福報的最快方法 不僅不失六道眾生 可以增長不失者 福禄受財 生生世世福受長 善根具足 也因為不失軌道眾生 與眾生結善緣 則能免除一切有形無形障礙 能對我們世間的生活需求 事業有所助益 國際萬場燕共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內外共303025場 不失螞蟻小魚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內外共12311次 蘇聖功德日 善行與惡行成一千萬倍 佛教慈悲之夜宜蘭大悲觀音道場 舉辦公送 要師 流離光如來本院功德經 即萬登祈福法會 公勤會信法師領舟 日期9月18日星期三 13點30分 公送 要師 流離光如來本院功德經 16點 萬登祈福法會 地點 佛教慈悲之夜宜蘭大悲觀音道場 聯絡電話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薩參與訓習 同瞻法意 共募福恩 联花生大事 殊聖功德日 善行與惡行成十萬倍 佛教慈悲之夜宜蘭大悲觀音道場 舉辦禮拜佛說彌陀寶釵 功勤 佔佑法師領眾 日期9月27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1點半 地點 佛教慈悲之夜宜蘭大悲觀音道場 聯絡電話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薩參與訓習 同瞻法意共募福恩 請問神與魔之間的分界線是什麼? 上師答道 神是已經捨棄一切惡意者 魔是懷有惡意者 當你將這點應用到你的相訓而體驗時 你所感知的神與魔 其本身即是你有意念的心 直接向內看著這個意念 並發現它沒有任何實體 而是空性的 在那一刻 神與魔的念頭終止了 因此 這是讓神與魔自然消融的要訣 請問敵人與子女之間的分界線是什麼? 上師答道 敵人是我們視為敵對的人 而子女是我們疼愛如寶的人 當你將這點應用到你的相訓而體驗時 向右看見你的敵人 向左看見你的子女 向內看著內心並發現 將某人視為敵人的是這個心 而將某人視為子女的也是這個心 向內看著這個二元的感知並發現 它既無基礎 也無實質 無實質性的本身 即是讓敵人的想法自然消融得要訣 請問有價值與無價值之間的分界線是什麼? 上師答道 有價值是指被視為所需要與所貪戀的事物 無價值是指與需要或貪戀無關的事物 當你將這個點應用到你的相訓而體驗時 向右看見黃金 向左看見骯髒的糞便 對黃金的貪戀 與對烏物的厭惡 都是在你的心中 由於這個心本初以來即是空性而不具實質 因此 黃金和烏物是平等的 這是了悟黃金與烏物毫無差別的要訣 請問能知與所知的分界線是什麼? 上師答道 所知是將外在的物質對勁看成是真實的 能知是將內在的心誤解為真實的 當你將這個點應用到你的相訓而體驗時 看著外在所知的對勁 並瞭悟顯像本身即是空性 向內看著內在能知的心 並發現心是無實質且空性的 瞭悟此即是瞭悟能知與所知無二無別 結為顯現空性的藥局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